亚洲 当太阳从它最东边的国度升起时 位于它最西部的国家 才刚刚迎来前一天的落日 占全球30%的陆地面积 60%的人口 分布着48个国家 以千多个民族 这就是亚洲的版图与容量 亚洲当今世界上最有活力 最具发展潜力的地方 这里有世界排名第二和第三的经济体 还有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 以及代表经济发展奇迹的亚洲四小龙 他们发展的成就 汇集成了夜幕中 亚洲乃至世界最璀璨的灯光 但亚洲还有九个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 其他绝大多数还属于发展中国家 其中超过7亿的人口 每天收入低于1.25美元 这一数字占了全世界贫困人口总数的60% 曾经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中国正面临经济增长变缓的考验 而最为贫困的国家正拥有快速发展经济的巨大空间 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人口脱贫 都对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的需求 一边是产待改善的基础设施 一边是巨大的资金缺口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 亚洲越来越成为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在共同发展的道路上 大家正一起寻求 解决发展问题的方法和答案 2016年1月16日 经过800多天的筹备 一个致力于改善亚洲基础设施 和区域互联互通的国际多边机构 在北京宣布正式开业 2015年的北京 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这里既有彰显它过去厚重历史的古代宫殿 也有代表它如今现代化程度的良好基础设施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 它的发展是三十多年来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缩影 如果你看到外面的窗户 你无法信心 但是国际公司写了一个报告 在1994年 一段时间 说中国的大质量是基础 在那时候 中国只在基础投资4-5% 基础投资 并不足够 要保持高领域的高领域 然后中国大量的投资 并不足够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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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进化的投资 并不足够的投资 中国的发展 我们自己非常清楚 一个国家真正发展起来 没有好的基础设施 它是做不到的 优优独播剧 area by bwd6